诗篇第四篇 是那忠心的仆人 神关心那些忠于祂的人 祂会用祂的脸光照我们 让我们的心充满超越世俗的内在喜乐与幸福 一个能让我们克服生活中任何困难的喜乐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四篇 嫌我唯一的神啊 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苦中你称使我宽广 现在求你连续我 听我的祷告 你们这上流人啊 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 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 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浅诚人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 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 要心理思想 并要肃静 当献上公义的祭 又当倚靠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 耶和华 求你养七年来 光照我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都有你 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神 请怜悯我 聆听我的祷告 我相信 你会根据你神圣的计划 和对的时机来应允我 使我的心远离罪恶 我真诚地向神献上一切赞美 并服从神 让你脸上的光照我 让我的内心充满喜悦 因为唯有你 使我安居乐业 我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